随着新冠状病毒疫情的延烧 有非常多的资讯 但是我们到底要注意什么呢 其实非常简单 第一个就是勤洗手 那洗手的方式有很多种 那你可以用酒精洗手 那如果没有酒精的话 你也可以用水 其实水才是最好的洗手方式 戴口罩 不是每一个人都需要戴口罩 如果你是一个健康的个体 那你在通风的场合下的话 是不需要戴口罩的 那下面几个地方 是一定要注意需要戴口罩 如果你要进出医院的话 一定要戴口罩 如果你本身现在正在生病 有感冒发烧的症状 需要戴口罩 或是你本身有重大疾病的病患 抵抗力很差的病患 请你要戴口罩 再来如果你进出公共场合 而且比较封闭的地方的话 请一定要戴口罩 不然的话让自己的皮肤 跟太阳做亲密的接触 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哦 重卫生 新冠病毒的传染 主要靠的是飞沫和接触传染 那接触感染的部分 比如说我们在吃饭的时候 尽量使用个人的餐具 避免分享和共食的情形 吃完之后把餐具清洁 把桌面消毒干净 这样就可以达到卫生效果 那我们在防疫期间 最重要的还是要勤洗手 保持个人卫生 多运动 新冠病毒 我们对它感到害怕 主要是因为未知 它是一个新的病毒 目前我们对于它 并没有有效的治疗 也没有疫苗 其实所有被感染的人之后 最后的结果 大部分是自己痊愈了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有很好的抵抗力 免疫力 要如何增强自己的抵抗力 免疫力呢 最重要的就是要多运动 所以赶快起来动一动吧 除了多运动之外呢 请大家还要注意充足的水分 均衡的营养饮食 还有要有足够的睡眠 这样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抵抗力 养起来对抗病菌 我们一起团结 共体时间 打赢这场防疫圣战 阿萨加达度 马南努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达民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